我們來看到現在網絡上 很多人都在討論這件事情 這是黃紫嬌 原因是因為在他的案子的内幕當中 大家發現了 他竟然是持有了 這部分的未成年少女的影片 所以現在在演藝圈裡面 也開始陸陸續續 有人有一些表態 包括了隨堂 他說他不再參與黃紫嬌相關工作 而且公開譴責 這是在支持邪惡交易 不要成為剝削兒童的幫兇 甚至楊秀慧也很生氣 他也講了他的太太孟耿如 他就講了 說孟耿如到現在 還在力挺自己的老公 他並不認同 而其實到目前為止 有很多的細節在網絡上面 我們說鍵盤柯南 網友們開始抽絲剝繭 找到了這個影片 就是過往 黃紫嬌曾經上 這個小燕姐的影片 那個時候有一個節目 裡面就會有很多小學生 一起來答題 結果在節目上看到黃紫嬌 好像會去跟小朋友 十字緊扣 那個時候小燕姐趕緊把他剝胎 那個時候看 覺得是一個節目效果 但現在有人說看完之後 細思極恐 好不管怎麼說啦 到現在為止大家對於這些事情 有非常多的討論評論 那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說能夠在這一切我們都希望 如果說真的是法律層面問題我們必須好好解決 同時也需要大家來正視 一起正視這個問題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了 有很多人跳出來來做評論 包括立委黃捷 他說這個叫做犯罪 如果說受害是你的自己小孩 你作何感想呢 甚至雞排妹也跳出來了 他直接的講到了 他說你有沒有想過你對媒體跟網友道歉 你應該是對那些女生道歉吧 好久不見的焦糖哥哥也出來講了 他說這個叫做性犯罪必須要分清楚 甚至這個牙醫史舒華也出來講話 說他們說要做公益來彌補 他講其實根本就不用這種道歉看了更火大 大家開始來問 整個突然一系列的人又通通都出來了 覺得好像是有點頻率不太一樣 因為過往來說 其實在上一波的MeToo裡面 也看到了民進黨內部 或者是這個一些比較偏綠的KOL有出來 但是那個時候好像那一陣子 比較少像這一陣子 這麼多大篇幅的一個討論 跟報導大家就開始在講了 講說這個民進黨當時的狀況 現在真的完全都解決了嗎 而其實現在也有一個單位跳出來 確實我們的政府必須要關注 衛福部的保護司出來喝斥 說全國性犯罪的共犯 就是司長他特別講了尊重檢方的認定 但是個人認為判得太輕了 他覺得他就是性犯罪的共犯 下面的評論是講說醒了 還說了怎麼奇怪 之前有那麼多MeToo的事件的時候 怎麼沒有震怒一下嗎 衛福部蘇丹宏的時候 有這麼嚴重的聲明嗎 還說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也想說出來帶點風向呢 什麼意思衛福部其實還有好多事情 必須要好好的來處理 包括什麼 包括現在最新的 是沒有經檢驗的中國貨改標賣食品廠 結果賺了626萬 就是乾燥高麗菜 可能已經放進了你我他 所食用的食品裡頭 這個地方也發現了 公司竟然就在高雄裡頭 大家說後續呢 現在到底辦到哪裡了 有沒有更多的細節可以告訴我們 畢竟我們也很擔心會吃下肚馬 再來還有什麼小林製藥 現在國內新增了四個通報個案 大家開始在問了 這一些的內容 食藥署說最快下週要召開專家會議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想知道的是細節 寶林現在後續呢 蘇丹宏現在後續呢 當然這一個多星期 發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件 包括強政等等我們都理解 但是這一些也千萬不要就這樣 輕輕放下 回過頭請教亮哥 好 原因是因為這次黃子教的事件 確實在網路上非常多人關注 也讓更多人再正視這件問題 甚至法律層面 是不是我們還需要再加強 這個網會是專家 等一下讓他多講一點 我們現在的法律就是 第一個就是刑法 235條就是散播 猥歇 文字 圖畫等等 散播 可是對持有並沒有相關的罪行 因為如果是兒童的部分 兒童的盛期影片 你持有你等於是協助 協惡 這個在各國的法律會更嚴 我們目前對未成年的 都要有發生性行為或性交易 才構成犯罪 所以這裡面確實法律是 我覺得是就是沒有法律 沒有法律 這個情況是持有 這個持有在歐美 大概就已經很嚴重了 尤其你是知名人物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就是法律的部分 我們要去補這一塊 另外一個就他個人的部分 我坦白講我覺得這個是心裡有疾病 因為他年紀也不小了 這個應該要看醫生 這個恐怕法律沒有處理 恐怕他個人在社會上 還有人際關係也會出問題 因為目前已經被揭露了 揭露未來這種人際關係上的尷尬 或者被社會排斥 所引發的種種的處境 會使得他面對很多問題 所以我真的揭露他去看心理醫生 這可能 就是我們現在有的法律確實不足 然後相關的可以協助的這個精神 人跟醫療的機構可怕也不多 這個都是現在臺灣的實際的狀況 是 請教一下強哥 事實上我們臺灣 請你看這一次 包括說這個黃紫嬌 他持有兒哨的一些不亞騙 那這個其實當然是 有抵觸到那個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的問題 那一般我們現在看到說 到底第一個罰則 罰則到底是足不足夠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像這種情形 其實黃紫嬌的狀況 嚴格來講 他是因為之前涉及性侵 或是性騷的問題 他可能在被搜索的過程當中 才被搜出他的那個影片 所以換言之 如果是處於持有狀態的話 他是私密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也未必說今天 如果說又不是因為他有另案在生 你等於也不一定就能夠查到 也確實實上持有就是幫助 這種行為 事實上他也是要該入罪的 所以因此基本上我覺得 這部分我們的那個防治的力道 是不夠的 第二個其實不只是我們今天 兒哨的這所謂被性剝削的 法律的防治不夠 事實上我們現在那個額虐的問題 我後來去調了資料 才發現我們額虐的那個案件 是逐年暴增 案件是越來越高 所以可見我們一直在講的 所謂社會安全網裡面 在對於額虐的這一塊 對兒童 兒哨保護這一塊 常年來講我們做的是很不夠的 這是我覺得政府其實應該要 想辦法努力去把它補強的 至於食安的問題 我也不客氣地講 我們現在政府大概就是 抗中保台這件事打得最有績效 其他你自己仔細檢驗 他每一件事情都一塌糊塗 食安也是 食安我永遠忘不了 我們的陳建仁的烏鴉嘴 就我質詢了他兩個問題 他兩個問題就跟你胡扯 第一個問他說 我說你們說你們的 系統性食安問題很少 對不對 他說對 很少 結果馬上蘇丹宏就爆發了 系統性食安問題 第二個我跟他講說 你們的參與任內 這食物中毒人數大幅增加 這是台灣的警訊 就陳建仁竟有回答 我說食品中毒不是食安問題 是用這種態度回答 那接下來馬上就爆發 那個保齡的茶室的事情 所以這兩件事情 食安的狀況 其實到現在說真的 我隨行衛福部 他第一跟我講說 西部特羅的事情前面 他跟我講是懸案 已經不知道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那接下來保齡茶室 問他的狀況他說 因為如果查不到源頭的話 也很可能會變懸案 所以換言之到最後 會不會變成是碰運氣 再發生下一次 你也不知道 所以目前我們針對 不管是只要是跟政治議題 有無關的題目 我們現在社會很多地方 我們政府單位 我覺得是滿怠惰的 這一點我覺得應該要好好的加強 是 請教王輝姐 我想 我首先想要跟黃紫嬌的 這個老婆孟耿如說 我覺得你要站在這個老婆的立場 你不是一味的去包庇她 那她確實已經有諮商師去判定 她有這個性偏離的這樣的一個傾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上 你們不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們要持續做公益 你要先停下做公益 你應該先讓她走到心理智商 這樣的路上去 我覺得對你們 對她 對你們夫妻都是好的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再回來看就是說 我們衛福部保護司的這個司長 講得好像非常怒斥 她說這個無正常理由持有不應該 我是覺得她不應該只有評論 她身為一個中央的官員 她要提出方法 然後送到立法院 看是法要修還是怎麼樣 不是說我覺得這樣只是罰太少了 檢方這樣不應該 你的工作是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 如果你去檢查 而少條例就是有相關的缺乳 那你應該就要在這裡面 把那個社會安全網裡面 缺的部分把它補齊 另外要講 這個網路的保護還是非常的重要 我認為就是說接下來在立法院 或許大家可以把而少條例 重新拿出來看一下 這兩年發生了這個 恩浩房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有關術發部的責任 或許應該要加進去 在源頭上面 就應該要來做相關的一些管理 或者是賀職 就不會讓這個一般的這個人 會進到這個裡面 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交易 尤其是針對未成年的這些 相關的一個影片 或者是不小心被拍到的影片 在裡面去販售 甚至去做相關的一個轉發 但我們也想要請教一下亮哥 原因是因為在與此同時 我們也很關心 很關心我們的食安問題 因為譬如說 像我們昨天才跟大家講 說這個竟然有乾燥高麗菜 他自己是味噪 說他已經取得了檢驗證號 根本沒有 然後現在直接就把他給賣出去了 大家就想問 所以像類似的事情層出不窮 這跟先前的蘇丹宏 大家也講說 那個好像很常公司設在高雄 我們要怎麼樣去面對這些事情 或是我們的查核單位 能不能直接告訴我們 說我們現在是哪一個法要改 是不是 還是哪一個規定要改嗎 能把他管得嚴一些些嗎 這應該是執行的問題 我跟你講你這還是植物 乾燥的照高麗菜是植物 我還買過乾燥的魚 就已經烤好的 然後直接進來 他在市面上還說是高雄的魚 結果我就真的去買 結果買回來就是山東的 我難以想像大陸的食品 可以這樣進口 我們法律是不允許的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麼進來的 我上次那個Case還在桃園 所以我跟你講 台灣真的是無所不有 因為兩岸的 進駐的包裹才太多了 所以這個可能不是法律的問題 而是執行檢查的問題 因為他可能進來包裹 那一大包裡面就塞某些貨 那些貨可能就是食品 這個是植物 我那個是動物 還沒被檢查出來真的很奇怪 是啊 因為速度很快 因為我們台灣 這種交易的 你也不要以為是北部 很多是南部 因為淘寶網也查過這個 以前那個曾經在幾年前 最大的交易是嘉義 所以我跟你講是到處無所不有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不是法律的問題 是執行的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在法律上 一定是不允許的 這個動植物的東西要進來 怎麼可能不經過檢疫 對不對 但是想要往回解 因為其實這對於一般的媽媽 還說吃得安心 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譬如說像這一回 這個乾燥的高麗菜 很多人說 這其實在一般的麵食 很常看到 而且你也不會想那麼多 這泡片就可以交給你 你一定會解恰下去 你不會想那麼多 但是問題是 我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有可能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我覺得其實這個就是 其實我非常認同 我覺得執行的問題 現有很多的這個相關的法令 我想一定都訂在這邊 但衛福部一直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頭痛一痛 腳痛一腳 這個民進黨就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風向怎麼帶 大家關注 他就關心一下這樣子 然後就是查一下這樣子 像這兩天 大家可能都把焦點 都移到這個地震去了 所以他們可能 這個事情就放下了 但是保齡的事情 也還沒查完對不對 就是說這些事情 就是被他們這樣輕輕放下 下一次可能在立法院裡面 就是說有立委 再度問起的時候 他可能再交一下報告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都是 沒有預先 這個事先預防的一個概念 沒有落實去執行 現有該去執行的部分 對我們來講